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近年来竞技类音宗日渐疲软 曾经的王牌节目如中国好声音 我们的歌关注度逐渐下滑 歌手在去年声部停播 主打新生代原创音乐的音宗 如明日创作计划 我的音乐你听吗 少年说唱计划等 也未能够成为全民爆款 而随着向往的生活 奇遇人生 中餐厅等慢综艺 在快节奏时代的受宠 音乐领域的慢综艺 也是逐渐走上台前 那么回归音乐本质 强调治愈系的音乐慢综艺 能否引领音乐综艺的新风向 慢综艺建成音宗新潮流 时光音乐会或许是近年来 国内成绩较为亮眼的一档音乐慢综艺 但并非唯一一档 以PK五排名为特色的 非竞技类音宗 早在几年前 国内已有平台开始试试音乐综艺的创新形式 2019年8月 腾讯新闻出品的国内首档音乐创旅 即时综艺 知遇之城播出 节目中 8位音乐人在拥有不同情绪主题的城市 以故事胶囊的形式收集实名故事 展开了知遇城市音乐的创作旅行 随后 国内综艺市场 时有知遇系音乐慢综艺推出 其中2021年就有音乐时光会 中国这么美 一路畅想 最美中轴线等四档音乐慢综艺 逐渐成为音宗领域 一股难以忽视的新潮流 纵观意望国内的音乐慢综艺 不难发现一共一些共同之处 目前国内音乐类慢综艺 在内容上多为音乐加模式 如文化加音乐 旅行加音乐 故事加音乐等等 最常见的是旅行加音乐模式 不论是知遇之城 还是美好的时光 一路畅想都以音乐人 去到不同城市 去旅行或采风为主线 带观众一起踏上 关于风景 故事与音乐的治愈之旅 旅行文化美食等元素的摄入 不仅使得音宗突破了单一的 音乐内容输出 带给观众耳目一新的视听体验 更能将音乐中的故事 更加具象化 生动化的传达给观众 在合适的场景与氛围中 唱起合适的歌 音乐中的情感 似乎也变得更为动人 同时 形式上无PK 无排名 不以紧张刺激的赛制 和选练吸引观众 而是以音乐本身的治愈力 来打动人心 新迁徙年之后 从超级女神到明日之子 从中国好声音到歌手 音乐节目似乎总与 竞技比赛相伴而行 而时光音乐会 最美中轴线 等音乐完综艺 则以娓娓到来的节奏 降述音乐与故事 歌手不必飙高音 或刻意煽情 观众也不再迷茫于复杂的赛制 不再担心 喜欢的歌手会不会被淘汰 音乐在节目中 实现了最纯粹的表达 观众也从音乐本身 触摸到最真实的感动 享受与时光 自我的对话 从嘉宾阵容上来看 音乐慢综艺 更偏好老资历 歌手与新生代歌手 相结合的模式 尤其是在美好的时光 街头阴浪 此类偏向于 露眼形式的节目 往往以经验丰富的中生代歌手作证 配合以更吸引年轻一代观众的新生代歌手 其中 伊丽荣浩 汪苏龙 胡夏等治愈系歌手最受欢迎 同时 随着国内原创音乐的崛起 且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独立音乐人的身影 如五条人 康姆士 马尤等 慢节奏的唱演 唱游旅行中 音乐人们的独特个性 得以彰显 也给节目带来了看点 而温暖的嗓音 配音和平 平和的唱腔 没有花俏技巧点绝的歌声 同样能够深入人心 此外 音乐慢综艺这一类别 内部也逐渐演化出不同的细分模式 不少节目设定了自己的细分主题 进而邀请某些特定嘉宾 如时光音乐会主打时光音乐的故事与回忆 所以嘉宾基本上都已经在华语乐坛成名已久 姐姐的爱乐之城 作为乘风破浪的姐姐承谈综艺 成功承谈的七位姐姐一同出发 而中国这么美 嘉宾全员已独立音乐人 乐队将以行走式演出的形式 缺到并不热门的中国城镇乡村 踏歌而行 过几天 三档音乐慢综艺将在11月起同时对打 谁能赢得更大的水花 拭目以待 慢下来就够了吗 一直以来 音乐综艺都是大众娱乐的长青内心 而经过多年的发展之后 网络综艺与电视综艺同场经济 如今已经形成白热化的局面 却统计 2021年预计共有46档音宗与观众见面 但从已播出的音宗来看 足够有创新性的高质量节目并不多见 尤其对于占据音宗市场 大阪江山的经济是音宗而言 不少观众对于千篇一路的 PK套路早已经丧失最初的新鲜感 观众审美疲劳下 首就还是创新成为音宗行业难以逃避的问题 一定程度上 打破传统经济套路的音乐漫综艺 也是观众多元化音乐欣赏需求下 市场选择的结果 此外 音乐综艺要保持生命力 必须需要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 而如今 中国好声音走到第十年 歌手八季后停播 乐队与嘻哈等类似的音宗炸堆出现 一档传统竞技音宗至少需要几十组选手和四道八倍导师 多轮低坦式搜索之后 符合条件又能带给观众惊喜的选手和导师人选 哪里找 逐渐成为国内音宗的共同话题 而对于音乐漫综艺而言 不PK 无淘汰 一定程度上的确能够减少华语业谈人才的过度消耗和消费 给予有潜质的优秀音乐人更多展示和合作的机会 而非将其框定在一决高下的智库之中 但是对于国内目前的文艺市场而言 要打造一款真正优秀的音乐综艺 慢下来就够了吗 如今层促不成的快餐式娱乐 分饰了人们本就稀缺的空余时间 直播和短视频的爆发 也更是大幅侵占音乐综艺的传统领地 黄论抖音 快手等短视频 平台已经逐渐掌握流量音乐的缔造法则 最火的歌不再是综艺金曲 而成了各种15秒的BGM 音乐慢综艺试图为人们提供能够慢下来的一有角落 但倍速快进碎片化观看成为惯性的背景下 还是多少人愿意静下心来 花个三两个小时进行一场慢节奏的音乐之旅 没有了戏剧性冲突 人物冲突 竞技的紧张感 如何在慢节奏中抓住观众的注意力 这个挑战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也注意到由于目前的音乐慢综艺 多为其他元素加音乐模式 稍有不慎就容易导致节目出现内容平衡 缺乏看点的情况 如东方内视刚播出一期的一路畅想 在首期节目中并没有出现完整的音乐舞台 导致被部分网友批评 更像是城市旅游宣传片 如何在快节奏时代上 让观众看得下去慢内容 是音乐慢综艺无法逃避的必答题 准整叫好又叫做的音乐慢综艺新路 无疑也许也仍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娱乐明星 敬请关注 字幕志愿者 杨核子